好,那我们首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循环神经网络 那这边我们会先来讲 先讲最基本型的RNN的部分 也就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讲 现在大部分在用的都是LSTN 的这个版本的这种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来谈到它的一些应用 好,那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其实有跟各位介绍到 一般的我们讲的这种CNN 或者是这个Furrican内 那基本上你就是一笔资料进去 然后你就得到一笔资料的这个输出 那基本上这个是一对一的这种 输出的这个状况 那这种RNN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针对这种序列型 Sequence的这个资料 那比如说你的输入是一张影像 输入是一张影像 那 那比如说你这个影像呢 它是有这个 里面有这个狗和这个人 可能在玩这个飞排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影像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把它用文字的方式把它给描述出来 那这个叫做这个image的这个caption 那影像的部分的话 它就可以用我们前面讲的这种CNN的这个架构 先把它的一些特征 把它给抓出来 然后可以辨识出里面的一些人啊 狗啊这些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会当做你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输入是单张的影像的这个部分 然后输出呢就是一串的这个文字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one to many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应用 那你的这个输入的部分也可以是 多个是一个sequence的一个输入 比如说在 网络上面常常会看到有人写这个 对电影的这个评论 那你这个电影的这个评论 就是一大串的这个文字 那电影公司就要来看说 这一部电影 到底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如何 大家对他评价如何 好所以他最后的这个输出呢就是 让这个AI的这个模型辨别 辨识这一些一大串的这个文字之后 然后告诉这个电影公司说 他认为这个评论 到底他认为这个电影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是一个二分类的这个部分 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any to one的这样子的一个 maping的这个部分 好 那你也可以是一个 多对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最 常看到的应用就是做这个语言的翻译 比如说你输入的是一个 这个 中文的这个句子 然后你希望他可以翻译成这个 英文的这个句子 那那他的这个输入 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文字 那输出呢也是一连串的这个文字 那所以他是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一个 maping的这个 做法 那那这样子的一个 maping通常 是要等到你整串这边 呃输入完之后 然后这边才会有这个输出 那这两边也可以是一个同步的这个 状况 比如说 呃 让这个 这个AI的模型 去帮你看电影 然后把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呢 把它给 呃 summer night出来告诉你说这部电影带在演什么 好 所以输入的部分就会是一张一张的这个 呃 video 的这个 dream 然后输出呢 他会是一连串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好 所以这种 循环神经网络 他就是特别适合用在这种处理 呃这种序列型的这个 资料 那不管你是文字啊 或者是 video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个这个 呃 demo 这个是Google的这个 呃 Dioplex的语音注 那 这个是2018年的Google I.O 他所demo的这个部分 不过好像现在这个 后来好像被被拿掉了 看一下 对 是 对 对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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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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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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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